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摩托车 我不点点赞火 它就不能发动 我一个劲儿给油本点点赞火 它一定发动 对不对 那摩托车过去那种老幸福摩托车你实际踹 你这边加油这边踹 里面只要有油 摩托车好使就一定发动着 信不信 这是人去守戒令所产生的结果 当人守戒令说 那就不怕太心在你发动 自然的 因为你要守 你心里肯定有一种想法 哎呀 我得守住这点 我去别犯了啊 我去犯了 主啊 求你保守我 信心管一念啊 早晨交托 白天犯了 白天犯了 证明什么 证明你早晨交托 什么没管 为什么 因为你凭行为求 你并没有凭信心求 所以你早晨交托的 不耽误里面发动私欲 白天发动了 晚了之后呢 晚上回来认罪 晚上回来认罪 反犯罪的是违背律法 上节课我讲的 是不是这样 犯罪就是违背律法 这是罪的定义 不违背律法 它不叫罪 违背律法才叫罪 那为什么你早晨交托了 白天就犯 晚上就认罪 这就证明 你今天要靠行为 不犯律法 我要归证好我的行为 千万别犯了 你自己来那偷着手 用里面偷着手 有的人不是光里面偷着手 外面明目张胆的手 明目张胆的跟神俩作对 所以神不保守你 应当的 你没得救应当的 你没重生应当的 因为你要靠什么诚意 靠律法 靠戒远诚意 你给你自己偷偷的下了一些戒命 我不要这样啊 别犯眼目的情欲啊 别犯心灵的情欲啊 越守越多 你信不信 戒命越多 罪就越多 是不是啊 哪里没有律法 那里就没有过法 耶稣把你从律法下说出来 就是叫你没有律法和没有过法 越没有律法 罪就死了 越有律法 罪就活了 把罪是不是啊 就调活了 律法就戒着 戒命就戒着你手来调活去 把什么调活了 把罪调活了 我下看 第七章 第八节 然而最趁的机会 就借着戒命 叫猪班的贪心 贪心是不是 戒命中最小的一条 叫猪班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 因为没有律法 罪是什么 死的 这里边说 没有律法 罪就死了 对不对 当没有律法 罪自然就死了 但你不让罪死 你要罪活 你怎么让罪活 你现在守戒命 守律法 把什么调活了 罪 把罪调活 不让罪死 上帝是叫你死 是叫罪死 罪死 是叫你脱离罪 还是叫你留着罪 脱离罪 现在只要你守律法 靠戒命 就等于留着罪 把罪调活了 罪活了 罪就把你杀死了 罪的功架乃是什么 死 你必须知道罪怎么来的 今天 你必须知道罪怎么来的 上帝不跟亚当一条戒命 亚当没有这条戒命 他死不了 是不是 那戒命来的罪就什么 活了 他就死了 好 什么叫戒命来的 好 你现在告诉孩子 别翻我的抽屉 平时你没告诉孩子 不注意翻个抽屉 你告诉孩子 不准翻我的抽屉 你翻了 回来我就打死你 这是不是一条戒命 这条戒命 这条戒命 他天天心就钻在那个抽屉里头 因为你不提他 你给他一条戒命 就把他里面各样的私欲就可以挑动起来 他就想 为什么什么都不让我看 这些抽屉不让我看 这里到底是什么呢 这就是 越不让干个事 人越好奇 特别让孩子特别好奇 他在想法设法 在你不在屋的时候 偷偷就翻开一看 空子 什么也没有 然而这孩子已经翻了你一条戒命 你要不给他这条戒命 他死不了他 是不是 这一条戒命 就把孩子送到死地了 这一条贪心 马上就把人 猪般的贪心再去投屉 猪般是许多的贪心 在里面发动的 它是个瘾子 你做的馒头有面瘾子 有没有 有面瘾子 面瘾子干什么用的 发酵的 发酵的 就借着这一点点 就把所有的面瘾子 一点面瘾子 就是全团都给什么 发起来 那就等于给他 一个什么呢 一个什么 栖息地的 就借着这一点瘾子 把整个全团全发起来 罪全部给发起来 是不是 罪在里面就发动了 猪般的贪心在里面发动了 你可以给你孩子借命 但你给这些借命 就是孩子抗拒你的理由 你给你借命越多 孩子越抗拒你 越跟你疏远 听没听明白 我们下看 我们下看 神就借着亚当这一件事情 最后又借着你们 告诉人 人不是靠借命而得胜的 是不是 我们看 第九节 我以前没有律法 是什么 活着的 没有律法我是活着的 亚当没有律法我是活着的 亚当没有律法是不是活着的 活着的 亚当是在办公律法之后死的 是不是 你看 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 你愿活就愿死 没有 这里面说 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 但是 见命来到什么活了 见命来到罪就活 这才怪呢 那个 绿豆啊 没有水它不发痒 水就是阴 照样 罪了 没有见命的罪就是死的 那见命就是罪 发动的阴 师父 让这个炸弹 就这么大一个炸弹 现在这个 我手里拿这个是个大炸弹 这比不比手榴弹的啊 比手 这么大炸弹 坐在这地方 没有人点这个导火锁 它是死的 我是活的 如果有人 把导火锁点到了 谁火了 炸弹火了 我哪知道 咱屋里所有的人都死 就这一个炸弹都死 你信不信 是 为什么会死 有人点 律法来就是点火的 就是火上再焦点什么 有 你还不明白什么意思吗 律法在挑动恶欲的 就像什么 加点油里头 那柴火本来多就压死了 焦点油 糊弄就用东西花来一瓢 火哗就上来了 听没听懂 就干这个事 上去设论律法就告诉你 谁碰了 谁就烧死他 在西奈山说 无论是生出野兽 靠近这山 逼什么 逼死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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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速速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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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东西啊 叫什么呢 那种药丸 不就是一种化学药丸 咬上只要碰着 沾着牙就死 律法谁沾着谁就是被咒毒 沾着这边上去就告诉你 律法你看这个东西啊 他就是个贱兵 但你碰着他就死 这就是毒药 谁碰着谁死 是不是啊 因为你的软弱的地上的肉体去守属灵的律法 这可能吗 啊 用肉体去创造天地万物 能吗 这不做梦吗 用软弱的肉体去守软弱的不能救你的律法 你这不是糊涂无知吗 律法不能救你 你相信 相信 而且不然不能救你 而且害你 只要你一手 猪瓣的贪心在里头发动 好 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 但见面来到最后活着我就死 我就哪去了 我就死了 那本来叫我活着见面反倒叫我死 你听 这段经文看不看过 看过 都谁看过举手了 这段经文了 都看过了 当时你怎么想的 这个是叫你守是不叫你守 你说实话来 这句话 上帝是叫你守是不主张人守对话 不主张人守 你看 这里面说什么 那本来叫我活着见面反倒叫我死 因为最趁的机会 就借着见面引诱我并且杀了我 你一手见面可以 但最趁的机会借着见面来引诱你 为什么利用见面引诱你并且把你杀了 只有你犯见面才能杀你 是不是 你不犯见面没有杀你 但对于借着谁来杀你呢 借着见面引诱你并且把你杀了 你守见面吗 你守见面你是找 你是没事找爱杀呢 是不是 愿爱杀你举手吧 愿不爱杀 愿不爱杀 不愿爱杀 不愿爱杀 不愿爱杀你不能守见面了 你要一守见面 见面就一个见面 一个就 他就能出现许多太子就把你杀了 把你围攻死了 一个狼你跟他照亮一下 现在出现那么多的狼 你能照亮着吗 现在咱们上山 现在一群狼 群老我一个人 我这剧团也晾过 是不是 一个两个狼 我可能能对付着他 要是十个八个狼呢 你就照亮 十个八个狼 我怎么办 你是吧 狼 一个老虎我可能跟他能打 我不一定能被他吃的 我能把他揍死 你信不信 要是十个八个老虎呢 那你亲 你听明白吗 一个见面可能是你还不在乎呢 但这一个见面能演出多少 通账 你看那个狼啊 那个头狼 他要攻击 有攻击对手 Knockz 刹到腿里边 刹完的时候 叫啊啊啊 狼子就都来了 是不是啊 你来干什么呢 攻击一个大的目标 是不是啊 这大的目标他自己攻击不了 他隐了那么多 见面也许这样 一个见面杀不死你吗 借着借面的脚 终于把他抬起来就发动 把你杀死 是不是啊 是 我们那个地方有那个 见到 那叫什么 马黄吗 水里那种东西 水质 水质 知不知道 水质 钻进你的腿里的肉里头 你揪下了一些 她的脑袋在里面还继续走 继续沉 在我们那地方就有这样一个 一个女的上稻田地里头 喝着肚子里头一个水质 最后她就天天想喝血 天天想喝血 就瘦得跟她大烟灯一模一样的 天天想喝血 一看着血来她就乐得够腔 吃什么都不想吃就想喝血 她妈不管是狗血呀 是牛血呀 是羊血呀 猪血呀 只要有血那端到她跟前来 一会儿以后我们全都喝了 有一天想着生活老子 妈妈要喝血 妈妈要喝血 那女儿瘦得不行了 她妈就出去找血 她就睡着了 在家里睡着了 睡着回来了 看女儿睡着 她就把血盆放在嘴边上去 一个妈就从嘴里头出来了 钻进那个血盆上去 从此以后这个姑娘就好了 你听明白吗 明白 在我们那地方还有这样一件事 很蹊跷的事 一个孩子 小的时候这个油烟从这里钻进去 最后那孩子天天喊脑袋疼 脑袋疼 一个母油烟从这里钻进去 到那里头把卵就铲进去 脑袋浆子里头 最后这孩子天天喊脑疼 最后死了 死了时候为了证明一下 孩子到底生病 那时候医生也不敢 那技术水平也不行 后来死了时候我脑袋打开全是油烟 油烟 一种 一种 经常 经常保密接下来出来的油烟 满脑都是油烟 就一个母油烟 就是满脑都成为油烟了 那脑子全是拔出的油烟 后来医生给他请了 就油烟犯 得的是油烟犯的病 脑袋里全被油烟 把脑浆都全被咳吃了 几个 几个 就一个 一个贪心 不可贪心 可以猪斑贪心都在你里头发动 你要想 叫猪斑贪心在你里头发动 你要想 我天天心思意念都在想 一些个 心思意念的最 你就手 你越手越多 你来吧 你听明白吗 这件事不是跟你开玩笑 你说我不想活了 你就手 你手一条出来十条 出了一百条 出了一千条 一条界定就是 猪斑的贪心在你里头发动 行不行 厌不厌一 厌不厌一 厌不厌一叫猪斑的贪心在你里头发动 厌不厌一叫建定来的 醉就活了我就死了 实在建成熟不熟 不熟 手地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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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这是我说的话吗 是圣经的话 是不是 第十一解说 因为 最深的机会就接着见面交 也有我 并且杀了我 这样 律法是圣洁的 建定也是圣洁公益良善的 你看这说建定是公益良善的 是不是 既然如此 是良善的叫我死吗 断乎不是 叫我死的乃是什么 罪 但最接着的良善的律法叫我死啊 你将手 罪就能利用了良善的律法把你整死 喜欢被整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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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死的人 喜欢死的人 就去守戒命 好不好 你认为是好事 但这是一条灭亡的路 你认为这条路可行 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一条死亡的路 这是 一点不含糊把你送到阴间 把你送到地狱里头的这条路 只要你靠律法成一 你将来的结果一定是进地狱的 百分之百进地狱 你信不信 信 你承认不承认 你已经实现了 那个 现在那个 不让那个多生孩子 是不是 不让多生孩子 过去那时候使劲叫多生孩子 过去那个律法 那个计划生育法 和现在这个 过去没有计划生育 就随便生 中国人太少了 十日生 那时候生孩子有没有罪 没有 现在有没有 游戏控制 你看 在人间的法律它一回一变 今天上帝 在旧约里头 从你手一手 试语看 试语看 就还了你手吧 就直接告诉你 律法的医学成就在你身 这叫律法一点以后还不会掉 因为基督就是律法的实体 律法就是基督的影子 但我今天放掉了基督去守律法 就等于跟基督 与基督各就从恩典中哪去了 追过了 追过了 好 咱们再看 咱们再看 罗马书第七章第一节 罗马书七章的第一节 首律法是个淫妇 淫妇在起初为将来受大刑法 淫妇抱取其样 与世俗为有的是淫妇 与君王联合的是淫妇 还有是靠律法称义的是淫妇 这圣经明确的经文在这上面 什么是淫妇 我也依靠君王啊 是不是淫妇 什么是淫妇 就是我一个女人找两个头 两个保护我的 假如今天你找了个对象 你不叫你对象在保护你 你又雇来一个人保护你 你对象愿不愿意 好咱们看这些经文 对象们 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 你们岂不晓得 就是岂不明白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 保罗最后说 我不能在律法上活着 我们看加勒太书 第二章 把这些隔上啊 先看加勒太书第二章 知道的吗 知道的吗 第十九节 加勒太书第二章十九节 知道的吗 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 就我可以向神活着 保罗是不是法利赛人 保罗是不是专职守律法的 他在这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收起归序基督我第一件事我先向律法死 我因律法必须先向律法死了 就我可以向神活着 我要向律法活着 我就向罪活着 我要只要去守律法 我就向罪活着 我必须因律法就向律法死了 就我可以向谁活着 向神活着 今天还在律法上活着的人 能向神活着吗 那是什么 回到罗马书记七章 为什么保罗在这提出这么一个绝对的真理 先向律法死才能向神活着 我只要不向律法死 我就没有办法向神活 我向谁活着 向罪活着 向罪活着 我天天犯罪 天天犯罪我告诉你 我问你 你怎么向神活 你罪人怎么 耶稣神是义的 你天天在律法下 要守律法 住万贪心在你里面发动 天天私欲在你里面发动 你怎么向神活着 能向神活着吗 控制世界 不要私欲 那私欲它是里面的东西 它怎么能控制了呢 爆 其能改变斑点 古诗人其能改变皮肤呢 爆 斑点在哪 表皮上的 古诗人的黑人 哪儿黑了 你不信割开它是肉 那肉里面红的 跟我们里面的肉红的是一样的 你信不信 信不信 古诗人哪儿黑 皮肤黑 皮肤黑 哪儿白 羊 这是它的特点 圣经里头明年记载 是不是 就是耶利米书 第十三章 第二十三节 就这么说的 古诗人其能改变皮肤 爆情能改变斑点 你要改变自己吗 如果能 你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杀 习惯行恶是不是肉体中间固有的 天生的 固有的 是不是 老亚装给你留的 给你遗传下来 给你继承来的 你是继承老亚装那个习性的 是不是 你这肉体是继承亚装来的 爆和股市人外表的东西改变不了 那我今天里面内在的东西能不能改变了 改变不了 所以这里面就说 弟兄们 第七章第一节 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 你们岂不晓得 律法管人是在什么时候 他管人是在活着 所以保罗说 向律法死 你明白这些旧文吗 保罗说我要好好守住 不废掉得向律法死才不废掉 我死了不守他我才不废掉 听没听明白 我只要去守我肉体软弱 主办太经就在我的法中 这就挑拨了 我就一定不能向律法 不废掉是不守就不废掉 好 现在这条路有一条红绿灯 我只要我必须的巴士麦 我这车必须巴士麦 才能赶到目的地 好开一个紧急会议 但我只要走这条路 我非得闯红绿灯 用巴士麦不可能不闯红绿灯 不能停止 只要我不停止 我要停止 我就在那个 规定的时间 我就开不了这个会议了 我必须巴士麦 不能停止 就得到目的地 但我从这红绿灯下走 我就一定会闯红绿灯 不是闯一次 乃是闯数量多少次 我要想不闯红绿灯 那边有一条宽道 你为什么不去走呢 也没有很多红绿灯 也没有十字路口 也没有限速 你为什么不去呢 耶稣给你开了一条 又新又活的路 只要你不走这条路 就没办法犯 只要你不靠着律法成义 就没办法犯 只要你从律法下出来 就不犯 这就要律法一点话不废掉 这你就没废了 你只要从这条道走 你一定会废的 谁说的吧 我说的 圣经说的 还是牧师张老说的 谁说的 神说的话 不废的话是不守不废 用不守的方式不废 好不好 不守了那就不废了 像律法死了就不废了 我要活着 律法管人是在活的时候 废不废 我要活着律法管人是在活的时候 我要活着律法管人才活 我一定守不住的 守不住废没废 律法管人是在活的时候 但我死了 我已经律法就像律法死了 律法管不着我了 我拖着律法又死拖你了 可以不可以 可以 你守就一定飞 你不守就一定不飞 我们再看第七章 第二节就有女人和丈夫之间的关系 表明律法和基督 以及教会之间的关系 教会应当靠的是律法 应当靠基督 靠律法等于没有两个丈夫啊 不要信耶稣 还要守律法 你说你这是淫妇啊 这淫妇的道踏住阴间呢 他的脚踏住阴间呢 这是最危险最可怕一件事 但教会把最可怕一件事 当真理来宣传 把弟兄姊妹全放在咒读里头 全带进咒读 瞎眼的路都掉进坑里去了 是不是啊 是 你看这条路啊 是不是 我现在看第二节 就是女人有了丈夫 丈夫 这是一个比喻 用女人有丈夫 表明女人和基督中间 不可有第三者 对不对 女人跟搞对象的时候 不可有第三者 有第三者 对对象一定的时候 最后呢 不欢而散 你和基督之间不可有第三者 你听没听明白 要有第三者 你和基督最后是不欢而散 最后你的结果是哪儿 你自己知道 两下都不要你 基督也不要你 神的律法也不要你 最后你被晒干了 就是预备的灯 没有油 你是个愚拙的同女啊 你想得生命 为什么不靠基督 去靠律法了呢 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胜的律法 那一承然属乎律法 但现在一不属乎律法 一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了 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了 必须具备神的义 基督已经来了 你又跑律法 跑影子里活着 你想怎么样 你得说清楚 你想怎么样 问愿愿上天文 愿意 愿愿蒙福 愿意 翻译性律法为本的 就被咒读的 翻译性为本的 都是亚伯拉 那后裔 必于亚伯拉还一同得福 你看这经文就在这摆着 谁编的 这是直接说的话 根本不是间接 就直接告诉你 只要行律法文本 你肯定是被咒读的 对不对 往下看 就是女人有了丈夫 丈夫还活着 就被律法约束 丈夫若死了 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 所以丈夫若活着 她若归于别人 便叫淫妇 说丈夫若死了 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 虽然归于别人 也不是淫妇了 是不是淫妇了 不是淫妇了 你必须得有一方死的 你好归于别人 好 往下看 我的弟兄们 这样说来 你们借在基督的身体 在律法上也是死的 好 叫你们归给谁 你看看 这根本不是我说的话呀 不能拿马太腓去 律法一碟一碟一碗 不能废掉 来管我身 不能废掉就是手啊 不能拿那段经文 其他人都不看 就看律法一碟一碟一碗 耶稣讲律法一碟一碗不废掉 是指那些犹太人 在这里讲的是外方人 跟律法没有关系的外方人 是不是 这礼拜说 丈夫说死了 他就拖离了丈夫的律法 虽然归于别人 也不叫淫妇 你知道 你在律法下 是不是淫妇 在上级眼一看 你在律法下的人 就等于有两个丈夫 是不是啊 在上级眼一看 你就是有两个丈夫 你左手拉一个 你右手拽一个 是不是啊 那到底上谁家 包个房吧 上哪儿去包个房 开个房 开房干嘛 你俩我一起要 耶稣我也不丢 律法我也要 咱俩不能丢 律法不业神 两个都不丢 咱俩不丢你愿意 基督愿不愿意啊 你愿意啊 你愿意这样的 你这么活着 你感觉很有趣 没有律法 可以等高了 没有律法干什么呢 就随便的嘛 你看圣灵他都不相信 圣灵在他里边 帮他祷告他都不相信 他说不会祷告了 这就说明他平时祷告都是自己人的嘴在那祷告 自己思维在祷告 根本不是在圣灵里祷告 祷告是你祷告 是圣灵祷告 圣灵 你看他圣经名说 犹大叔说过 是不是 罗马说的第八章说过 圣灵替我们祈求 对不对 用说说的叹息替圣灵祈求 他祷告我这嘴呀 子冒默子 都是自己来思维 想的话呀 编了词啊 编了一大堆的东西啊 老太太那个国小牧师又臭又长的 他以为这就属灵了 傻瓜不傻瓜呀 他说没有律法不可以祷告 有律法还有词祷告啊 没有律法就没有罪了 不可以祷告了 有律法有罪就不可以祷告 我就会道通不回人情 你说谁教他呢 这哪有这圣经话呢 全编出来的是不是 全自己编出来的 你说这样教会还能好吗 能不能好呢 好不了 他一辈都不会好 这样的基督徒你说 这真是个妇女 能好不能好 都谁编造的 编的这个人够损的了 把诸多无知的妇女都带进哪去了 好 是不是啊 这里面是叫你脱离律法 是叫你守住律法 脱离律法 现在你不干 这个男的我也要 这个男的我也要 俩男的多好 这多好啊 好玩是不是 这是你扭啊 扭啊 两个男的中间佳余呢 这是耍心玩弄的意思 这根本不是出一项 不是结婚的 不是我要我嫁给他 是不是 耶稣来 这个是淫妇的象征 淫妇的象征是不是 这是淫妇的象征 鸟是淫妇的象征 对不对 好是心妇的象征 一个女加一个子 一个儿子 是不是 和一个女 这是什么 上帝看的最好的 一个子和一个女在一起 是什么 儿子 神的儿子和教会在一起 好不好 好 你这个加一个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无非你是觉得你自己活腻了 无非你感觉到我这么活着没意思 我这两个弄的 我才 我才就感觉到有意思 有事干 是不是有事干了 有事干 你看教会 不讲究没有人管 你只要讲圣国见证没有人管你 你要不讲罪 他高举的是罪 很多教会高举的是什么 罪 罪 你要不讲罪的 他给你罪成一段 对 你不讲耶稣 他不把你坚持一段 你不讲什么 他都不把你坚持一段 你就只要不讲罪 他就把你坚持一段 罪是属魔鬼的 义是属神的 你别讲义 你光讲 你说我今天因性成义就与罪无关了 他说你是义官 他说你没有罪的 我们不会祷告的 我这有罪才会祷告 所以呢 我是因性成罪 我不是因性成义 魔鬼想方式把你离不开罪 天天把你带到罪里头 罪的空间是什么 死 死 圣经名说耶稣 他洗净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上 洗净了 你现在没洗净 把他犯了 你看不看见 他用眼睛 看我有没有罪 上帝叫做因性就成义 把罪心无了 就变成义了 把罪吸到耶稣身上 耶稣把罪解决了 他死是为罪死的 但今天罪还在以身上 他要靠律法 上帝叫他靠恩典 他要靠律法 上帝叫他靠恩典 上帝叫他信 他要靠守 上帝叫他在新约 他要保救约里头 那这人不是明显的上帝为敌吗 是不是明显的上帝告诉你 只有一个丈夫 他要几个 立法不能努力 我得要立法 两丈夫多好玩啊 两丈夫好玩 好玩 今天上他家住一晚上 明天上他家住一晚上 这样多好啊 这叫淫妇 保罗是用男女之间的关系 来表明律法与教会 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 你是纯以不杂的吗 你是同意献给基督 还是献给律法 献给律法 献给律法做罪的活 献给基督做义的活 你献给谁 就是罪 做王叫人死 照样恩典间的义王 义做王 教我们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有神 唯我恩典 在恩典中间的义才做王 在律法中间的最做王 你要哪个做王呢 我告诉你方法 你说我不想上帝呢 我就想今生 就这么一点点时间 我就想快乐乐玩一玩 就完事了 上教会了 当个宗教徒就完事了 我告诉你方法 你靠律法成义 将来地狱肯定有你 耶稣来说 从来不认神作业的 离开我去吧 你别后悔啊 你别后悔 你一点别后悔 因为今天玩够了 你玩的挺多了 在这里玩的 是不是 你要靠两个男的一起来 两个丈夫 一面拉着耶稣 你拉着律法 你以为是今天 社会上的小女孩搞得一样呢 今天跟你出两天 明天跟他出两天 是不是 今天跟你开个房 明天跟他开个房 这是今天这个小女孩 都根本就不在乎了 你干也说不干 你要不向律法死 你就没有办法向神活着 我们既然在存我们的律法上死了 现今都脱离了律法 脱离律法的人才向神活着 好不好 脱离律法的人就不犯律法 因为我脱离了 我没干犯他呀 那天有洋喇子 你这边有没有洋喇子 有 有洋喇子 洋喇子折下什么滋味 越脑越疼他 是不是 越脑越疼 那我今天脱离他就拉不着 那个树上有洋喇子 我跟别人往上走 他拉不着我拉 我现在就不干犯着 也触犯不着他 只要我从那树下走 我就能触犯着他 因为那树上有洋喇子 那叫有马蜂子 你们这叫被蜂子折过吗 有 折过 蜂子折人好舒服 好舒服 为什么折着了 他从那蜂子那样走 从马蜂过来 你捅了马蜂过 蜂不折你折谁呢 你捅了律法 这个马蜂过 不折你折谁呢 听没听明白 听明白 因为你触犯到他 他不定你罪 定谁罪 你触犯马蜂过 你给捅一下 那马蜂起来折你 你还说 折的不应当吗 我不活该 因为你往那条道走啊 你走的就那条道了 很多现在嘴上喊的是基督 喊着基督 现在律法做主 一面要耶稣 一面要律法 这么说淫妇啊 这不是我说的 我们一律法 就像律法死了 叫我可以向神活着 这才不是淫妇 这是欣妇 在律法下是淫妇 在律法下是淫妇 在基督以下是什么 欣妇 你要欣妇是要淫妇 将来起初的 就有一个淫妇受刑法的 欣妇的通明 个聪明的通明 你做哪个 聪明的 聪明 欣妇的 你在律法下还要靠律法成义呢 欣妇的是聪明的 欣妇的 那怎么跟你讲呢 律法一点话不能飞跳 都要成全呢 他没明白什么叫都要成全 是不是 耶稣今天把我从律法下说出来 是不是成全 是 是 不叫我守律法是不是成全 是 是 使律法的一成就在我们身上 是不是成全 是 爱就完全律法 是不是成全 是 这爱是从清洁的心 无非的良心 无非的良心生出来 不是靠律法守出来 是心灵里发出来 不是肉体里发出来 是神浇灌在我心里 不是我里面 一步不错的先脱离律法 再脱离罪 好不好 好 再脱离死亡 再脱离审判 好不好 好 有的人连好坏都不分呢 你要告诉他脱离律法 骗什么让我脱离律法 你骗什么呢 你骗什么呢 你烦 你看不看见 嗯 你让他活 他说 他说你是一端 给你精神一端 这种人最后才会死 出不来的 摩尾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又给你绕点 转来转去 转去给你绕点 摩尾不直接杀你 不直接叫你违背什么事 就叫把你带进律法 只要带进律法 你肉体转肉肯定守不住 你守不住 你定死无疑了 你去犯律法 犯律法 神 这个骗鬼就借着律法来定罪 他不叫你直接违背神 你只要守律法 你一定违背律法 你违背律法 你就永远当到神的标准 你就不来接受救问 这正是违背神的旨意了 因为神捡捡人的旨意 不在乎人的行为 当骗鬼叫你再无行为 是不是叫你直接违背律法 你要再无行为 是不是违背律法 违背律法 你就不罪 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 违背律法就是罪 这就是魔鬼今天的 他的诡计 他的伎俩 就是用这种方法 告诉你今天 骂神 你不会骂的 你今天违背神旨意 你不会违背的 是不是 你不会 你想到设法 你不会骂神的 不会咒诅神的 他只不这样 就业里 魔鬼想到设法 把你引到分别善恶树下 只要你吃到分别善恶树 就行了 成功了 是不是 旧业里的 他把你往善恶树下去 新隔的他往哪里引 往立法里 你看 这魔鬼 他想到设法 把你带进立法里 只要你进立法了 不攻自破 不攻自破 你思绪拜完 就完了 你思动你就完了 是不是 这就是魔鬼的诡计 有魔鬼的气量 不施 不施就告诉你 违背神 快点吧 你要这样 那样 不用这样 来 这一把都是神的 八部的能不守吗 误导你 误导你 这种就是一种迷惑 是不是 有谁迷惑你们呢 这就是一种迷惑 这是淫妇 往下看 往下看 第四节 我的弟兄们 这样说来 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 在立法上 也是死了 叫我们归于别人 在立法上不死 能不能归于别人 你自己来那做梦去吧 好 咱们现在出去向我书上 我跟我前面的仗子不合 是不是 就跟他离婚了 离婚了完以后 你就又找一个男的 你那前面的离没离 离了 离了隔两天打个电话 隔两天发个信息 隔两天再写一封信 跟前面对象还勾勾搭搭搭的 你后面这对象 你是真理了 你还是假理了 你跟前面那是真的是假的 你跟后面那是真心实意的 还是假情假意的 啊 离了吗 跟这个后面正出对象的 隔两天 你先等着啊 我上前面那个 跟他去睡两天 什么意思啊 你后面对对象怎么想 怎么想 要是你 你怎么想 神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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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这样的人啊 有 现在你就说 这边说我认基督 在上帝眼里看 这个律法是一个丈夫 基督也是个丈夫 你得只有选一个 你只能选一个 因为这个律法 它是个影子 基督的尸体的律法已经来了 你不要尸体的律法 要影子的律法 耶稣说不废掉是指尸体的不废掉 耶稣说不废掉是指尸体的影子 立法即是 将来美式的影儿 不是那本物的真相啊 你要影子要尸体 尸体 要活是要死 要一个是要两个 一个 一个 我把你们如同真杰的同意献给谁 谁 这是保罗在格林多后宠 是不是这么说的 把你们如同真杰的同意 什么叫真杰 一个丈夫叫真杰 两个丈夫叫不叫真杰 这不叫真杰 这叫淫妇 这不是真杰的同意啊 你可能在你概念中间 把律法一点不 一话不废掉 这件事情误解它 误解 在你概念中间 这律法也得守 基督也得信 有手有信 矛盾不矛盾 有手有信 矛盾不矛盾 上帝将军 不要怕只要信 耶稣要的是只要信 唯一不做工只信称罪人 耶稣只是单单唯独的 是不是啊 不要怕只要信 唯一不做工只信称罪人 唯一的神 他的信就算个一 这是真信了 就算个一 我还要守律法 我还要信耶稣去祝 这不叫一 这不是一啊 这不叫阴心成义 这叫阴心成罪 你可变得跟他玩的 是不是啊 谁跟你跑谁 谁结光 结什么光 结死光 谁跟你跑谁下地狱 你下地狱还不说 你还得带几个 秦神皇死的时候 带那么多兵马俑给他陪葬 今天有多少教会的假基督徒啊 是假传道人的 他不想 自己不想活了 他不想好了 他要带一大批人 跟他去陪葬去 瞎眼里路都叫你坑里去了 完了 是不是啊 这里面是不是叫你脱离啊 你看是不是脱离 我的弟兄们 这样说来 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 在立法上也是死了 死没死 必须死一头 在哪儿死 在立法上死的 是不是得死一头啊 是 得着那头 你两个不能都捡起来 天堂地狱你捡哪个 你说一起捡 我有了天堂我要地狱 怎么可能呢 神和魔鬼你选一个 基督和立法你选一个 行不行 分别三个书和生命书你选一个 你吃完分别三个书 没有四个书 生命书都过 你得选一个 你这选好了 你看好 你吃完律法的 你现在现在上帝就用火焰 发动火焰 把你生命书给你八手 你就 有律法 就没有基督 听明白吗 听明白吗 不能两个同事要啊 关不关键 这是绝对的真理 想下地狱我告诉你个方法 想死不想活了 你告诉你方法就靠避法成 你肯定下地狱 你百分之百 你肯定灭亡了 将来耶稣说 你这作恶的人 我从来不认识你 离开我 去吧 没有我呀 主啊 我不是奉你的名 传道奉你的名 敢给奉你的名 行喜多亦能的 这没有我的分呢 耶稣说你得着吧 你上了死去得着 上地狱里得着去吧 我从来不认识你 这作恶的人 离开我 去吧 完了 下你的魂都回来了 现在这么多年 跑了这么多年 白跑 最后赚了个什么 赚了个地狱的流氓火锅 这些赚了够本的吧 你要的啊 主不给你生 你说啥也要啊 那不是你要的吗 要说不让我守律法 你是一般 你平时不让我守律法 那教授怎么的 这不是要的吗 谁给的 这圣经话咱们在那摆着 在那摆着 下面紧接着说 看第五节 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 什么样的人属律法 属肉体的时候 你肯定不属灵 在律法下不属灵 因为在律法下被属出来 之后神才采见他的灵 进入你的心 在律法下的人 他根本不属灵 全在肉体就呼呼啦啦 别人跟他弄 他也跟他弄 别人跟他蹦 他也跟他蹦 最后全是肉体上的蹦 根本心灵中间 连动都没动 所以这里面是属肉体的时候 因我们属肉体的时候 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 就在我肢体中发动 恶欲是因律法而生的 你要生恶欲吗 你为什么因律法就像律法死 叫我向神活着 啊 就是因为我只要守律法 就生恶欲 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 就在我肢体的法中 恶欲去怀的才生出什么 所以 最细长成生出什么 死 爱死吗 爱死吗 啊 他也爱死了 啊 真的不爱死吗 我就劝那些人 我说你没明白什么 先别想 你别站着高位 也别想要我今天是传道人 不是所有的人都讲正道啊 历史的一点 你可以看圣经 历史的一点 上帝没有兴起许多的人 只要那些没背心结,只要一讲就错 一开口就错 别图一名,在教会上这样站着高位图一名 我一说我是传当人 我是牧师,我是长老 有的人就为了牧师长老的名活到一切了 又上南海,又上这培训 最后那大肉组,按那大肉脑组 你是长得墨长的,所以你是牧师 你长得很墨的 所以你是个什么? 牧师 你长得很老,长得一脸皱纹,你叫什么? 长老 这长老是长得老,这牧师是什么? 跟那木头疙瘩一样脑袋 你怎么跟他讲的都听不明 所以他一看这个人很牧师吧 哪个师? 师徒 你刚才教会中间,那牧师多的是什么?那长老多的是什么? 有一句话说,打开地狱的门,牧师长老一大群 都没明白救恩哪 都还在那教会中间,真名独立 都是为了要那点点的奉献钱哪 哪少那两个钱哪 我宁可我要天堂,我不要地狱 是不是啊? 他们为的是什么? 风险箱要抢起来,就为那风险箱抢起来 在爱上大教堂的,屁股啪,信托门的走 屁股啪,那风险箱要在台上飞起来 屁股啪抢啊 抢啊 抢什么? 抢死呢 是不是啊 那犹大就是为了偷那点钱哪 主都不信哪 为三十块钱把长子的名分 把那师徒的名分给卖了 今天这样的例子多的是啊 就业的姨嫂为了一碗红豆汤和鸡酱饼 把长子的名分给卖了 就业的巴兰为了点挂金 最后把仙子的名分给卖了 你以为那教会的钱谁远动,谁动谁死 那都活成命 有的人说,教会的钱怎么怎么记得 被这个贪污,被那贪污了 就那些律法分子贪污的 这条屋呢 这条屋呢 我们的教会的钱从来说 钥匙都不在我手里的 什么都不在我手里,一定不管 我出来传道士从来不拿 所以我给一分钱 我就这么出来 我就凭信心走这条屋 我不是为了钱 只要弟兄姊妹听明白真道了 比什么都强 比给我吃的都强 你今天给我很好 你给我吃的,给我喝的 下回来我听说你中间转了 这道很容易转的 我转了转就给你转到肉体 转到肉体,完好讲的不合理 哪能不守律法呢 亲肉体的马上不合理了 是不是啊 是 马上你感觉完好讲到这不对 那他不守律法,律法一点还不能废掉 马上把这话就端出来了 今天神的话在圣经写的是清清楚楚 当我们属肉体的时候 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肢体中发动 你这结成什么果子啊 死亡的果子 属肉体的时候因律法成的 这就说明 律法来的不但不能救我 而且挑动了私律 在我里边生恶欲了 这恶欲从哪来的 律法来的 你怎么知道你今天里面有 这刑犯影片谁告诉你的 律法告诉他 你怎么知道你犯罪了 谁告诉你的 律法提醒我 律法为什么提醒你 因为你在律法下 你怎么知道你违反律法 日本的法律了 因为你在律法 你在日本国内了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犯了交通法 因为红绿灯告诉你的 如果你不走红绿灯那条路线 你怎么知道你犯了红绿灯了 闯了红绿灯了 听没听明白 你怎么知道我犯罪了 律法告诉你 律法提醒你有罪的 为什么会提醒你有罪的 你明明在律法下 不然的话律法怎么会提醒你有罪呢 好了 我犯新加坡的交通法了 谁告诉你的 新加坡警察告诉你 犯了交通法了 证明你现在在哪 是在中国 是在新加坡 听没听明白 想不犯 这个脱离 不在他以下 就犯不了了 想要犯 就在他以下 就一定会犯的 简不简单 简单 简单 明不明了 明了 就证明了 竟然有人不相信 活上死了 跟神俩干 你跟神俩干 能干过他吗 你是拿命跟神做赌注啊 你是用命的 神怕你丧掉生命了 所以不让你守这律法 好不好 好好好 不让你守 他把律法归掉就死在十字架上去 对不对 嗯 他把你的肉体丢十字架 怕你守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 连肉体的先进十字架 你律法生的先进十字架 同钉在十字架上 他给你钉死 你还要守 还要守就得还生 还生私欲 你这干什么 你得说清楚啊 啊 你得说清楚啊 这手里炸弹 他妈妈跟你抢说炸弹不行 你就玩炸弹 就能玩命 是不是 把给你扔了 扔了之后呢 你又找找找 又给你捡回来 你就 站在手里 这玩意不能丢啊 有一天炸了怎么办 啊 死了他就炸死了 约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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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见你 闭口无言 你死的甘心死的情愿 流氓火烧着你的火 那蛀虫是不死的 在流氓火庫里 是不是啊 下边是 铺子是什么 从上面盖着是去 在那里流氓火烧着你 咬着蛀虫是有不死的 就在那天天咬着 就手机来折磨 那时候你就想见 王爷浩讲道 我不是没讲 但是我没信 我还给他定成异端了 当你给我定成异端的时候 你要想 将来上帝把你放在流氓火锅里 你圆不圆 一点都不圆 这都不圆 是你自己选择的路 是不是啊 你自己选择的 你抵挡都不是我 你抵挡是圣经的话呀 这全是圣经的话呀 我要跟你讲两天 讲几天 全是讲圣经的话 你相信不 相信 是 两种行为 守律法守住的行为 又律法规证的行为 还有靠圣明更新的行为 最后我们会 详细的讲 这两种行为的产生 我误认为 靠着律法才能规律这个行为 这是一种误认为呀 对不对 我误认为这么做是敬为神 那律法就是他颁布 我能不守吗 但上帝告诉你 你这么守就等于死路一条 是神说的 不是我说的 我让你去守 只要守就临到你 你守不住的 靠圣明把好话当歹话 把歹话又当好话 很多的人就是这样的 连看也没看 听也没听 哎 牧师 你说说 王游浩在那边讲的 两种行为 那我该该去听 你该不该听 你问牧师在什么 将来是牧师把你带进天国吗 不要 不要 一端 牧师听没听 没听 没听 那为什么就定一端了呢 这一端只是要命的 什么叫一端 灭亡的叫一端 灭亡之子才能被定为一端 开口就给别人定一端 所以上帝定他们为有罪 一点也不冤枉他 我如果不讲圣经 你说我是一端行 那也是 那东方散家他一讲圣经 圣经可熟了 那天王刚就这么掉 东方散家就那几节经文 他现在根本就不看圣经 看小书卷 他上面写的胡言乱语的 他把东方散家和我 进行对比 进行相帝并分 等于把上帝的道定成一端了 他现在很多人把上帝的道都给改了 凡从神生的B不犯罪 他说不惯犯 不经常犯 不总犯 偶然犯 你看 B不犯罪 是不是绝对的 绝对 他说 不是绝对的 这是不定式 B不犯罪 B是不定式 B是不定式吗 啊 他说不定式 哪个不定 他说不定式 他说B不犯罪 B是不定式 B是不定式吗 B是肯定的 绝对的 这是定式 不是不定式 他可以说这B是不定式 不是B不犯罪 而是什么 希腊的原文怎么说呢 不经常犯 不总犯 是不是 不持续犯 偶尔还犯 你看 从神生的B不犯罪 从神生是不是里面的人 蛤 不是 从神生是不是里面的人 是 把那个擦掉 从神生是哪个人 神来的 到现在有许多人 从神都不明白 他怎么得救呢 我都怀疑了 我都怀疑了 我为他们惧怕 这是一个人 从神生的B不犯罪 灵人 里面那属灵的人 是不是 是 从神生 不能这个从神生 属灵的人才能从神生 我在肉身生以外 又从神生了一个声音 叫从神生的 从神生的 神是无罪的 从神生的也是无罪的 神是父 从神生的是儿子 他往哪儿想的 这个是谁生的 这是肉身生的 这是肉身生的 耶稣说 从肉身生的 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 就是灵 是不是这么说的 是 从神生的 从灵生的就是灵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张经坤那代说 没有灵这句话 圣经没有灵这句话 这上面就写的 从灵生就是灵嘛 这耶稣经常说的话 他都否定 你看 这是从灵生的 在我肉身以外 又从神 从灵生了一次 这叫重生 重是什么 重新再一次的意思 双生 我肉身是爹妈生的 管谁叫爸 管父亲叫妈 管父亲叫妈 管母亲叫妈 管母亲叫妈 我灵是从谁生的 从神生的 管谁叫妈 管天后 管玛利亚叫母 管谁叫母 管谁叫母 天上的耶路撒冷叫母 是不是 都从灵生的 管天上耶路撒冷叫母 这个嘴饿了吃什么 吃蒜 渴了喝什么 喝水 这个嘴饿了吃什么 吃灵粮 渴了喝什么 喝活水 是不是 这个接受的是什么光 日月星辰这三光 是不是 这个接受什么光 接受真光 这个往哪去 亚当怎样 凡属肉体的都这样 这往土地去 亚当基督的 这往哪去 基督圣天 凡从神生的 也跟基督一同圣天 对不对呀 对 从神生的 必不犯罪 他一想 就往哪想 往人生上想 这是从神生的吗 这是傻瓜一个 有的人我发现他真是缺心呀 你说他精吧 他还不精 你说他傻吧 他还聪明 精不精 傻不傻 这么一个人 中北人管这叫什么 二虎八七 精不精 傻不傻 什么二虎 标和的 标和的 二百五一个 好坏都不分的 他就想的 你看你要说从神生 必不犯罪 那我都天天犯罪 我也从神生 他根本没明白什么叫从神生的 你不犯罪 他从神生的 必不犯罪 从神生的 必不犯罪 必犯罪 肉体陰罪 心灵却异异 诚意是心灵诚意 不犯罪是心里很不犯罪 心灵是有谁生的 有谁生的 这叫从神生必不犯罪 他想一想 你看我这不还犯罪吗 所以他就给改了 从神生不经常犯 不惯犯不总犯 不持续犯 偶尔也犯 把上帝绝对的话 给你给改 改成什么了 绝对就变成相对的 是不是 肯定的变成什么 否定的 完不完了 就这群人将来他们的结果是哪 改神的话圣经没错 那些无学问不坚固的人 强解如同解其别的经书 就自取于沉沦就是灭亡 这是最可怕一件事情 越是智慧的脑瓜 越是理性的脑瓜 越接受不了神的真道 他详细的看圣经里讲 耶稣说从灵上的就是灵 他不是肉身 是不是 从神生必不犯罪 是绝对不犯罪的 没说肉体 他们往肉体上讲 那我这回还犯罪 所以我把神的话改一下吧 他改神的话不改了自己 你说还能好吗 他们怎么能好 我为什么害怕 有些人不知道害怕 这是一定要下地狱点 如果他的信仰不正确 就会导致你下地狱 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你别等着跑 你那大梦死那么多的人 都能带领那么多人 他能错吗 我告诉你 带领人越多越是错 法利山人多不多 会堂里人多不多 多 下地狱 耶稣就说魔鬼的人 就这么说的 是不是 耶稣当时讲到他 啪啪啪都跑了 少不少 少不少 耶稣说 进 耶稣怎么说的 你们要进宰的 因为有刀 引到灭亡 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多不多呀 你们要 引到永生 那门是宰的 路是小 找着的人 耶稣就明这么说的 招上锅 选上手 口里多汗 多啊 多的人多 其实呢 得救的人少不少 这就用不清口说的话 你今天 你应当为自己谨慎 也应当为全群谨慎 你到底在哪里活着 全在肉体里活着 你看我这不犯罪吗 能说不犯罪吗 两个人没分开 你看 心就两个人 肉灵没分开 是不是 耶稣说 从肉身上就是肉身 从灵身就是灵 这两个他没分开呀 你分没分 分别门 吃晚餐吃到哪里去了 吃到这里 吃晚餐 应该吃在这里 他吃这里头 变到茅厕里头 没有 那晚餐就代表 主的身体就是圣殿 主的血就是你的生命 最后他把电到茅厕里 吃到肚子里头去了 没有主的身体了 告诉他 这就是主的圣殿了 这身体就是神的殿了 那个圣殿是神的殿 是指教会所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是神的殿 是指这个属灵的肢体 组合在一起 成为基督的身体 就是主的圣殿 那哪是这是圣殿 这是圣殿吗 这是聚会的场所 这是圣殿吗 这是帐篷 圣经说地上帐篷要踩尾的 帐篷和圣殿能一样吗 有的人这么就糊涂到这个程度了 你怎么跟他说也说不清楚 他就豁上了 那叫什么 那叫什么 他豁上了 老克鲁和那个牛顶甲 豁上那个皮脸 拽手掌 皮脸就糟了 反正我跟他顶甲 牛弄脚 老克鲁用脸 哪个能胜 谁胜 牛顶甲 你看他跟上的那顶 你能顶过上帝吗 有的人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最后死都不知道死 就是随方畅忧 我最害怕就是随方畅忧的人 别人一说 他就跟着一起走 是随方畅忧的人 自己没有主见的 真理需要有那些属真理的人来捍卫 来守住这真理 真理就是生命 道路真理 道路准了 道路走对了 就讲真理 讲真理的人就得生命 道路不对 他就没有真理 没有真理的人 他就没有生命 定下来的 好 你从来闭目中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 感谢你 引导你自己的众教会 使你的众教会在末后时期 能够听见你的真道 请你使诸多的教会都能听见你的真道 把那些拦住你的 那些黑暗的诠释 那些黑暗的世纪 都从你教会中间出去 使你的属天的儿女都能得到你从天上来的浇灌 求你帮助更多的人向你回转 求你使诸多的人都能接受你的真道 把自己那些祖宗的遗传和虚空的妄语从教会中间出去 把那些礼学和那些律法上的条规从教会中间出去 教弟兄姊妹倾心土意的来到祖宗的面前 把自己的心完全交给你 求你来在这里头动你自己的上功 使弟兄姊妹的灵都被你唤醒 使弟兄姊妹的心灵得到复兴 使诸多人都能回归到圣经真理中间 求你赐福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 在他们中间做你自己的上功 使诸多的弟兄姊妹都能因着他们而得知真道 使他们成为领多人归异的人 应与我的祷告 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